黑鼠的时代已经过去了 所以我们今天来讲一下黑鼠的优化到底差在哪里 移动速度爪的冷却还有技能优化 5.9秒的爪的冷却带来的收益实在是太低了 虽然点完二级被动之后倒就会有额外的伤害 但是两下拍子谁还找不到一只小老鼠 如果有人防守黑鼠必须要点三斤筒盖 因为这是前提 就这个冲撞真的离谱 我的脸都快贴到太飞的屁股上都没有打出伤害 很明显我打中但是有没有打出伤害 你说离谱不离谱 那我们就可以知道眼神体黑鼠的模型是一个假的 那我们就来说黑鼠的生命之恢复其实都是虚假的 大家应该都是知道的 说出来也尴尬一个流浪猫没有恢复能力 那不早没了吗 然后猫鼠的问题不只是一个技能优化 还有一个中立问题 我不知道别人怎么想 但是我觉得鸭子和狗可以永久删除了 然后再加上商店系统整体的平衡直接吸碎 差一点忘了还有拳头盒子和挡板 这到底是游戏玩我们还是我们玩游戏 我不知道官方是怎么想的设置出来这么多陷阱 但是体验是非常差的 至于知识卡我也懒得说 它是最破坏游戏平衡的 说真的我也不知道猫鼠为什么不愿做一些基础的优化 或许是因为我不太适合这个版本 但是总感觉有点可惜 但是大家都知道猫鼠的角色以前是鲜明的 什么橘鼠黑鼠小仓鼠 每个角色都有每个角色的特点 但是现在特点越来越少 现在基本就是一个控制 一个控制技能配上一个蓄势 以及直接带走对手 黑鼠这时候点了三级被动还得赌运气 我的爪刀到底能不能一刀带走他 反正我是玩黑鼠的 我看着版本不停的更新 我心中留下的只有绝望 拖手的技能有很多相似的 比如说像黑鼠的冲撞剑克的突刺 但是技能伤害却差了十万八千里 我们还是回归正题说一下 黑鼠现在的黑鼠基本上就是玩投掷 投掷如果准的情况下 黑鼠是非常厉害的 当然了如果你爪到准的话 那么玩黑鼠也是可以的 但是因为版本更新的问题 大家都知道现在都是推奶酪 黑鼠打架厉害吗 厉害 我觉得没有人比他更厉害了 但是别人不和你打架 直接选择推奶酪 那么黑鼠就很尴尬了 也不能说黑鼠 如果他只是不太适合 现在的玩法和版本 现在版本其实更多人会选择上分 所以黑鼠会被慢慢淘汰 也是合情合力 一个再厉害的黑鼠 他能打出来什么样的操作 现在的黑鼠最多就是一个玄学倒计 他还有什么其他技巧吗 当然就是黑鼠这个角色 非常吃移动速度 你只要移动速度够快 那么你就是天下无敌的 如果黑鼠可以把自己生命 恢复那个点数加到移速上 那么黑鼠真的天下第一 大家都知道黑鼠是不会恢复的 所以那个点数就是虚假的 官方最后也不去修改 那不就睁着眼睛说瞎话吗 所以我经常说放弃吧 黑鼠是不会加强的 你看面板上的东西他都不去优化 你还指望他去优化黑鼠 所以我最后视频要说再见了 青山不改绿水长流 不是吃你的兔子又美狼